發展商因應需求推售新盤一直沒有問題 不過政府干預市場的做法 就令整個市場生態走光 原本很容易猜到條路應該怎樣走 走到最後是甚麼結局 但因為太多干預 卻令大家無法鼓勵的情況下反而中伏 這個其實是很不公道的遊戲 中間還要在資訊不斷清下 令少數得到比市場資訊更多大財團 更容易掌握到市場 所以做小市民的很多時變得很被動 受惠時小,受損時大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生效以來 發展商都無所適從應該怎樣去推盤 其實這種情況很罕見 即使是97 都是因應市場自然調節的結果 今年發展商手上 原本可以推售的單位有3萬個 政府只是預期推2萬個 但不要緊,政府說最重要是供應 但上半年未過完 推盤量成為4千間有找 即是在下半年至少要推1萬6千間 才達到政府預期要交的數 但發展商手上現在是有足夠的推盤 會令政府不用食鹽的單位數量在手 不過要看清楚條例是怎樣才敢推 否則為了賺錢要坐牢的話 那就無謂了